啟德發展區一個居屋地盤 發生懷疑沉降事故 政府發言人在星期三說 其中的2B3號居屋項目地盤 在打裝工程期間 令港鐵團馬線送往台站緊急出口的 其中一個沉降監測點 達到20毫米的預設停工指標 畫面見到最近兩棟大廈的 就是2B3號地盤 根據防委會的文件 這個項目原定在2026至27年度落成 防委會已經在同日 暫停有關緊急出口30米範圍內的打裝工程 政府說獨立審查組 防委會建築團隊、屋嶼署 和港鐵都已經派人員去視察有關緊急出口 確認它的結構安全 這次的沉降沒有影響周邊的鐵路設施 會要求防委會建築團隊制定緩解措施 和不會影響鐵路設施的施工方法 機電工程署 亦都已經檢視港鐵提交的監測記錄 確定沒有影響鐵路設施結構 和鐵路運作安全 第一天 正中到方正的 built 地球 中如果妳能提供